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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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包括根据ASX的利率观察工具我们也发现 那么其实在这个阅读通胀CPI的数据公布以后 这个加息25BP的预期就开始上升了 当时是上升到22% 那么上周五就是6月2号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最低的薪资又是进一步被上调了 那么普遍认为呢 这个也会加剧对于这个通胀的担忧 那么在薪资确定上调之后啊 这个加息的预期就是进一步攀升 是上升到37% 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这个最低薪资的上调啊 实质上上周五的时候 澳洲公平工作委员会就宣布7月1号开始 这个澳大利亚最低工资是上调5.75% 那么看一下劳动力市场 就是此前呢公布的这个4月趋势性失业率呢 依然也是维持在历史低位的3.6% 那么就是说劳动力市场还是蛮紧翘的 而且很过热 那么也没有什么很明显的放缓的迹象吧 此外的话就是其实Philip Law 这个澳洲央行行长也一直提到啊 就是说工作效率其实也没有得到说很大的提升 那所以说在工作效率没有很大的提升的情况下 那我们又把这个薪资上调了 其实呢他可能对于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速呢 也没有什么很正向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个是我们认为本次澳联储主要加息的 这个两大支撑理由吧 谢谢Cecilia 但我们可以看出从细分数据来看 月度的住房通胀数据 4月呢CPI租金上涨了15% 购买新住宅月度CPI也下降了17% 房产市场呢作为我们华人来说 是最为关心的一个话题 刚刚提到购买新住宅CPI下降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房价下降呢 好的那这里其实我还是蛮想跟大家有蛮多点可以分享的 首先的话呢就是澳大利亚的新屋建筑许可啊 其实是下降到了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所以我先回答刚刚娱乐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月度的这个新住宅的物价虽然是下降 但是它其实是数量的下降导致了整个月度CPI的这个下降 那么4月季条以后的这个营建许可 较上个月是整整下降了8.1% 不仅远低于预期的2%啊 而且当中公寓许可是下降非常多 达到16.5% 那么4月的营建许可较上年的同期呢 也是下降了24.1% 这个住宅房地产的这个投资其实是蛮疲软的 它是有可能去拖累这个经济的 那么除了获批的这个新住宅数据以外呢 我们可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佐证这个的观点 就是说贷款的数据 就是新的贷款 因为大家如果买房肯定会去贷款嘛 那么我们看新贷款数据其实是验证了 我们刚刚聊到的这个事情 澳大利亚4月新住宅贷款的这个月值啊 是下降了2.9% 当中呢新自主的业主的这个贷款值呢 就是下降了3.8% 也是低于预期的3% 那么也就是说从趋势看呢 今年年初开始呢 新贷款值其实是一直在下降的 那么澳大利亚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 也是在2023年第一季度呢 就是有所上升啊 看到相关的新闻报道 那么后续呢 我们也应该对房地产市场这个贷款违约这方面 应该保持关注 其实此前国际货币基金IMF 他们就提示过 认为我们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 这个住房违约的这个风险啊 可能会比较大 那么澳洲的四大行呢 其实也是也着重的关注 他们银行里面这个贷款违约的数据 那么这个是因为呢 跟其他国家不太一样 我们澳大利亚的这个住房贷款 使用浮动利率的比较多 那么现在这个加息环境下面又加息了 那么这个贷款的要还的金额就更多了 谢谢Cistoria 那我想问一下既然有违约风险的话 又是在加息一个大环境下 那大家的还贷还有生活成本也很高 那么是否会有大批房产由于无法负担还贷而被低价出售呢 我先说答案啊 我们认为不会 因为这其实还是一个供需缺口的关系 刚刚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过很关键的就是说 营建数据不足 就是这个市场上现在造出来的房子啊 它是不足的 房屋的需求面是强劲的 我们有一张图呢 也是展示了目前澳大利亚住宅完工率和人口的变化 那么联邦预算中公布的这个近海外的这个近移民啊 在2022年到2023年是40万人 那么23年到24年呢 是31.5万人 我们把这个新近移民的这个增长的这个数据啊 跟我们的这个现在澳大利亚完工的房子的这个比率呢 放在一张图上去看 我们就会发现啊 这个缺口是很明显的 也就是说这个房产市场呢 啊 需求大于供应 而且这样的缺口可能会在未来的两年啊 都有这样一个持续的情况啊 那么因此呢 首先房主是不可能在 我明明知道这个市场上有这么多需求的情况下面 而且呢 我造房子的这个成本也很高 对不对 他怎么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去低价出售呢 顶多就是咬咬牙嘛 我把这个房贷还是去还 那么另外呢 就是说 刚刚也提到 就是移民呢 他会加速回归 那么其实很多中国的买家 包括一些新移民 其实他对利率的上升这些 没有当地的澳洲人那么敏感 因为我们华人的话 跟澳洲的消费习惯也不一样 我们会有一定的储蓄嘛 对不对 那么所以的话呢 像这种利率不敏感的买家呢 反而其实还会有所增加 那么这个是进一步可能支撑房地产价格的 那么房产价格到底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这样 那么需求很多 供应不足 现在有上升呢 那我们直接看数据 Cologic房地产的分析数据已经表明啊 澳洲房地产的这个住宅的价值 在二月份已经明显的 逐渐了一个底部 然后现在已经呈现了反弹的趋势 那么房地产市场的前景呢 其实也是取决于利率的 那么其实在降息前呢 我们可以说房产呢 可能不会有特别大幅的一个上涨 那么但是呢 未来一旦这个暂停加息以及降息确定啊 那么这个房价有可能 它就会有一个这个上涨 好 谢谢Cicely 那么月度通胀数据中 四月的租金呢 上涨了15% 也是房屋通胀类居高不下的主力推手 那么租房市场会得到缓解吗 那么这个我觉得也是大家很关心 包括像娱乐这样的年轻人很关心的一个话题 那么先说答案还是不会啊 我们认为租金并不会得到缓解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四月租金刚刚你也说到 就是物价呢 就上个月又上涨了15% 那么今年以来 其实租金始终是就是水涨船高 这个租房子很难 那么呢 央行行长Philip Low前面有一个新闻也是比较搞笑啊 就是大家说 Philip Low其实在劝大家说 搬回家跟你的父母一起住吧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认为现在一个房子里住的人太少了 希望大家可能增加一个房子里住的人 那么这样就有更多空置的房子 那么租金就可以下来 那么这也是侧面说明央行对于租金这个问题 也是没有什么很好的解决办法 供应雇足带来的低空置率呢 就像我们刚刚聊到了 在未来几年可能都会持续 尤其是在比较大的这个首府城市 像墨尔本啊 悉尼啊 这样的地方 那么租赁市场的供应短缺 它会推高租金 那么此外前面也聊到了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移民 他们过来的话 包括留学生 他们优先就会选择这样的首府城市 那么所以说租金大概率呢 还是会保持一个上涨的趋势 好 谢谢思思里 那下面呢 聊一下大家最关心的投资机会吧 就是澳股还有澳币 消息公布后呢 澳元兑美元截止到目前呢 是上涨了0.8% 还有呢 ASX200澳股指数 更是下跌了0.8%左右 先说澳股啊 那么加薪呢 肯定是不利于股票的 这个我们都知道 因为它会改变大家的这个风险偏好 使得资金呢 离开这个股市 对吧 但是其实我觉得呢 对于澳股很多的优质股来说啊 可能反而为愿意长期持有的投资者们 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入场机会 所以也没必要恐慌 比如说像锂矿 还有轻能 还有必选消费 这一块 其实长期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 那么受到影响比较大的板块呢 可能是受到加息影响下 就是这家公司呢 它的这个运营成本上升了 同时呢 消费者的需求呢 没有那么强劲了 就比如说一些可选消费板块 比如说像其实聊到这个 Universal Store啊 LaVisa这些 它是你可以去买 可以不去买的 这样一些消费品 那么如果这些公司 他们对于自己的运营成本 没有很好的管理 对于他们的库存 没有很好的管理化 那可能会受到影响 那么接下来呢 说澳元 那么加息本身呢 其实是利好澳元的 那么澳洲呢 一直在加息 但是像今天早上的时候 娱乐也在问我 就是说发现前面啊 这个澳元对美元货币 是直接达到了六个月的最低点 当时的话是0.6458 就是在前面这个美债危机的 这个恐慌情绪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个是因为啊 我们还是要看全球 其实澳洲在全球的加息环境下面 加息可并不算强势哦 虽然我们这里好像已经怨声载道 我们看隔壁新西兰的话 它目前是加到了5.5% 那么美国的话呢 目前利率差不多是5.25% 那么澳洲目前利率呢 这次加完也不过就是4.1% 对吧 所以呢 加息呢 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 就是虽然我们澳联储加息呢 不是很激进 但是我认为呢 其实澳洲这个加息 算是比较缓慢呢 其实也是给澳洲的经济 留了一些这个缓冲的空间 那么未来呢 澳洲经济的这个韧性啊 可能会对澳元 其实形成长期的 这样的一个支撑的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会发现澳元近期 虽然比较弱势 但是呢 它还是在一个区间里面运行 也没有说跌的很惨 也没有说涨得很高 那么支撑位置呢 我们可以关注0.6564 和之前刚刚提到的那个 近六个月的最低点 0.6458 那么上行的阻力位置呢 可以关注 前高点 0.6675 那么这个0.6675位置 就截至我们拍这个视频 我刚刚看到 一分钟里面 澳元对美元是有拉伸 但是呢 它碰到0.6675附近的这个位置以后 还是被打下来了 所以说这个位置 我们要着重去关注 那么如果突破这个位置呢 上方0.6820的区间 可能会提供一个 更加关键的阻力位置 那么当然呢 就是说澳元这块 我也想多讲两句啊 就是说澳元的话 除了这个受到 这个澳洲美国加西进城的影响以外呢 它也是有商品货币的 这样的一个属性的 那么不可忽视呢 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复苏的程度 对于澳元的这个影响 那么比如说像中国啊 其实就在前两天的话 它也是宣布 继续去释放一些 经济刺激的措施 去刺激这个房地产 那么呢 这个其实是会利好 澳洲的这个铁矿石的板块 那么澳元呢 其实跟铁矿石这个商品 也是有息息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连接的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后续呢 大家可以密切的去关注 中国经济修复的这样一个数据 如果下半年 中国经济的修复 速度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的话 那么其实对于澳元来说 还是一个比较利好的长期支撑 那么今天呢 我主要对于投资板块呢 就分享到这里两块 感谢Celia的发言 如果您希望呢 交易刚刚提到的产品 就比如说澳股 还有外汇这方面的 我们可以为您提供 支持双向交易的差价合约 可以买涨 也可以看空 欢迎您联系GoldMarket 并向我们的分析师进行咨询 谢谢 那么好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呢 也不要忘记一键三连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谢谢 GoMarket 在线交易 首选券商